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拥有罪人的虎光山色外 多样化的行程 使日月坛吸引中外游客的原因之一 像是邻近的主题乐园 每一年推出的樱花祭 还有连接两大景点的空中缆车 一年就吸引两百多万的游客 而每一年的万人永度 音乐花火加年华活动 更是为日月坛创造不可限量的商机 雷新台湾就是现在 您准备好一探日月坛多样化的面貌吗 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为了让大家看到更多台湾小城镇的美 我们特地请了旅游达人 娃大来带路 这边真的是扶着的 这可能要 很漂亮 漂亮吗 漂亮 跟着它的脚步一起漫游台湾 走进可爱淳朴的小乡镇 透过它的相机 记录每一刻动人的景色 最近有个热门的新景点 就在日月坛旁的投射社区 听说有一片会跳舞的金针花田 没见过这么奇特的景观吧 跟着娃大一起去瞧瞧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金针花海 这大片金针花海很酷 为什么呢 因为它长在盆地里面 多酷呢 我问一下我们的王大哥好了 王大哥 你好 你好 我很好奇就是 怎么会有金针花海长在盆地里面 因为这里是台湾最大的泥碳土的火盆地 泥碳土 对 所以它整个在这边长出来的金针花 特别的鲜艳 特别的美丽 我听说这是在日月坛 就是日月坛就是日坛跟月坛 对 它在日坛上面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湖的中间吗 是 我们就站在传说中的古日坛 那意思是底下就是水 底下就是水 底下有数十米深的水 数十米 对 所以意思说我这样挖挖挖挖挖 下去就到水里面了 对就到水里面了 所以走起来要格外的小心这样 对 这里原来是一座浅湖 后来因为泥沙 渔滸等因素 水潭慢慢退去 形成上面是土 下面是水的奇特景象 走在上面会感觉到地面摇晃 所以叫活盆地 因为是古日坛 有湖泊的淤积 所以它有很丰富的泥碳土 那泥碳土有那个微量的元素 那还有很多的水 所以让这边的金针花特别的嫩 特别的鲜艳 尤其是这边是活盆地 为什么叫活盆地呢 因为它跳会动 所以在这里是全国物理 可以跟金针花跳舞的金针花 所以你这样子 对 像我这种钝位跳一下 对 整个震动 感觉地震这样子 真的 当地居民在这里 种上一整片的金针花 让西部民众不用到花冬 也能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机会难得 哇大 你可得帮大家多拍几张照片哦 金针花俗称一日美人 王大哥说这金针花的柚精 也叫做美人心 还可以吃 比埔里知名的角白笋更鲜嫩哦 王大哥 怎么这么甜 清脆爽口 对啊 怎么这么甜 非常的清甜 听说可以直接生吃 只有这里有是不是 对 全台湾唯一的 这边的 为什么 美人心 因为它是非常的甜 非常的脆 所以在五星级酒店 都当日式料理的首帘 沙拉 还可以养颜美容哦 养颜美容 对对对 当住虾化 是 对 这里的金针是饮纯间的山泉水灌溉 所以可以放心生吃 而且金针生命力强盛 一天就可以长出来 所以采收 处理佑金 成为当地一项新兴的产业 每天一早就可以看到这样忙碌的景象哦 好 好 我有来回搓了一下 对 好像割稻子一样 好 这个比稻子好割哦 是 因为它比较脆 它很嫩很脆 这样我等一下可以领多少钱 这样子可以 可以领你一个便当 领个便当哦 哈哈 一朵金针花 对啊 在此 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回乡 种田 大姐 我的裤子怎么 台阶台北 台阶台北重 台阶你自己的货 就这样 哈哈哈哈 对 对 大概 这一对刚刚一哥价值大概3500块 对对 不要来回 不要来回哦 对 为什么 不要让它临迟就对了 只要一刀毕命 一刀毕灵就对了 哦 上外面就对了 好好好 对 让它没有办法翻身 一刀 对对 哦 可以再让我弄 好好好 有有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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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马上一条 哦 小腿 真的 要小心一点 不要开玩笑 整把割下来金针 它会经过挑选 把底部最鲜嫩的部分保留起来 看起来美观又可口 是不是也想尝尝看呢 这早上就要来办了 比较脆的吗 你 在家里其实不可以这样 这样 这样 老闆没在 对 对啦 哦 老闆请我就不好了 对啦 不是 我是说我啦 不是你 好 我都给我倒扮一下 好 投射以特殊的活盆地地驰出名 所以到投射你可以跟蛙搭一样 穿上雨鞋 站在湿暖的土地上 好好感受一下活盆地带来的趣味体验哦 好 大哥你一跳 我这边都会感觉到震动 太酷了 这里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叫做 活盆地 活盆地 对 这个地方太酷了 这里底下全部是草泥炭 大哥这个土还好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是浮的嘛 对 所以我只要一拐 它就好像水床一样 这样拐拐拐 看蛙鱼这一跳 害摄影机也跟着晃 观众朋友 可不可以以为这是地震喔 踩在铺好的木板上 还是感觉到底下泥土的晃动 实在是非常新奇 只是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哇 这边真的是浮着的 这可能要 这可能要 赶快 赶快 来 可以 可以 好 来 好 来 来 来 哇大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喔 不是说运动神经很好吗 居然这么落魄 不过活盆地下面的泥土 真的是又湿又软 有机会别忘了跟朋友或家人 一起去体验看看喔 好 华大哥我听说这 全世界好像只有三个地方 有这种地形对不对 对 像这样子活盆地的地址 只有荷兰 日本跟南投日月潭这里 太酷了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 来这边要玩什么最酷 来这边最酷就是赛跑 赛跑 赛跑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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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楣 我倒楣 日月潭自行車步道 現在非常非常的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入選了全球 十大最美麗的自行車道之一 它到底有多美呢 我們現在就要去看一看 從投射來到日月潭 映入眼簾的是和剛剛鄉野風光 截然不同的景色 日月潭的好山好水 照已經是台灣知名的觀光景點 這樣優美開闊的景色 最適合騎單車漫遊其中 既不會太累 又可以飽覽湖面風光 這裡有規劃完善的自行車道 一路串聯日月潭的幾個著名景點 在這裡你可以隨心的騎 累了就停下來休息或巴呆 每個位置都有不同的景觀可以欣賞 非常適合一個人漫遊 全家大小一起來騎騎車也不錯唷 在日月潭騎單車果然是一種非常棒的享受 騎騎竟然騎到湖中間來了 剛好順道來找 那個景南大學的林老師 我的好朋友媽媽記得 他好像在這邊教人家玩獨木舟 想不到在日月潭又可以騎單車游湖 又可以坐覽車 而且還可以滑獨木舟 玩全套的 這才是鄉修 這些都是景南大學體育系的學生 在老師的帶領下 到日月潭練習划船 在這裡需要經過深情 在固定水域才能練習的 所以滑獨木舟的樂趣 只能請蛙大替我們體驗囉 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準備要開始來做這個 日月潭的獨木舟 這個體驗的活動 老師我是不是可以準備出發了 可以 可以了 滑瓦 是 一路好走 安心上路 好 我會好走的 是喔 對 這邊是這樣 到對岸等我啦 好 我怎麼不哭 不哭就這樣子 好 咱們再會啦 雖然有點搓 但蛙大還是順利的 完成了她的處女行 什麼 聽說街上有好吃的 蛙大 別玩啦 還不趕快去看看 有什麼好吃的介紹給大家 她的脖子就呈現就是 所以她現在是受傷的關係 所以才 她是不是抬不起頭這樣 對 有點抬不起頭 她的名字叫 我剛剛有聽到 好像叫做什麼 歪歪 歪歪 就是因為頭歪歪的 太厲害了 還有重點是也要在 我覺得極極可以列為 這個世界遺產小鎮 為什麼 因為她把香蕉搞得淋漓盡致 就是連香蕉皮都不放過